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上今天的这堂课 现在天气转暖了 似乎这个细菌也开始活跃起来 我希望我今天的嗓子能够坚持下来 因为我12月份的气管炎似乎又回来了 好 首先呢 请允许我向大家表示新年的祝贺 中国的新年 新年快乐 你们看到一张熊鸡 似乎在引航高歌 航手挺胸 至少它的嗓音比我大 旁边的中文几个字呢 是新年快乐 上堂课 我们讲到了 汉朝啊 曾经呢 大举的 向外扩张它的疆土 尤其是西阔 这是在中国三国时代 也就是汉朝瓦解之后啊 这个中国的版图的情况 所以你们可以从这里看到 汉朝向南部 向西部啊 大举的这个军事扩张 那么在向西边 军事扩张的时候呢 中国 与匈奴 产生过 武装的这个冲突 而且曾经呢 是向西啊 这个 扩张 匈奴就是 这几个这个游牧的部落 游牧的部落 也就是我们欧洲人的 凶族人 那么用绝对的观点来解释啊 正是通过军事和贸易的往来 才促成了 这种宣扬非暴力 与人为善的这种佛教 得以东传 传到了中国 这是一对一种矛盾的关系 这种矛盾的关系呢 在很多的书籍中啊 都得到了阐述 你们在这张幻灯片中 就看到几个书目 首先 是一位 中国问题专家 当然现在美国定居的一位 中国问题专家 叫刘新如 他曾经用英文写了一本书 名叫 Ancient India and Ancient China Trade and Religious Exchanges 81 to 600 就是古代印度 古代中国 公元元年至公元六百年间的 贸易与宗教交流 这部书 于1988年 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那么随后呢 Tanson Sen 就是下面 的一个学者 他写了一部书叫 Buddhism Diplomacy and Trade The Realignment of Sino-Indian Relations 600 to 1400 可以说是研究了随后的 这种历史年代 这部书翻译成中文 就是佛教 外交 贸易 中印 关系 在公元六百年至一千四百年间的 重大调整 这部书呢 是在2003年 赫囊努努的 《夏威夷》出版社出版 这两部书 至少从它的标题中 就让我们可以看出 思想和观点 不是在抽象或者空间 这个真空中传播的 它是需要通过人员的往来 来进行传递的 尤其是依靠一些流动性的 人口进行传播和传递 首先是通过商人 也可以通过士兵 他们 这些士兵被派到其他的地方 去平息战乱 可以是冒险家 外交官 难民 或者移民 今天的这些流动人口 就是迁徙的人员 那么关于Tunson Sen 这位学者 他是一位印度的学者 他现在也在美国 定居了下来 请大家能够把你们的手机关上 进教室的时候 把手机关上 那么Tunson Sen 在纽约 教课 他将于今年的6月23日 星期五 来法兰西学院 参加一场 由我主办的 为时一天的 专题讨论会 专题讨论会的标题是 Sheen and Universality 这个Universality 是辅述 也就是中国印度 这个交流 对比 分析 普世 价值观 这一专题讨论会 将有很多印度学者 汉学家参加 Tunson Sen 也将参加这个研讨会 还有一些汉学家 法国的一些同事 那么我们是希望通过交流 对比进行分析 印度和中国的这种普世价值观 那么上一次 在上堂课上 我们读了 后汉书的一段 介绍了佛教 在后汉时期 在华的传播 或者进入中国的 一段历程 那么后汉时代呢 就是公元后的200年 这段时间内 在后汉书中 有专门的一张 后汉书呢 它是介绍了后汉的历史 也就是介绍了 公元后的200年的这个历史 后汉书中有一张 它是谈的是西域 这一张的标题叫西域传 我似乎在上堂课上 已经提到过 西域啊 这个概念呢 最早是在 汉代的史书中 出现的 就是介绍汉代的 有关的史书的书籍中 出现的 首先呢 就是司马迁 所著的史记中 第一次出现 那就是公元前的200年的这个历史的书籍中 出现 出现 随后呢 在后汉书中 也看到这样西域的这个概念 现在幻灯上就打出了后汉书西域传的部分 那个内容 后汉书呢 实际上是在公元五世纪编写的 也就是在汉朝 灭亡以后很多年 因为 后汉书的作者是死于公元445年 但是我们知道 西域传这一章呢 它的内容啊 是根据在公元125年出现的 或者编写的一部文献而撰写的 也就是公元二世纪初的一份文献 作为后汉书西域传的一个基础和根据 那么顺便插一句啊 在我们这个目录幻灯片的最上面 你们看到了一个名字 叫Édouard Chavane 生于1865年 于1918年去世 他是法国非常著名的现代汉学家 他也曾经是法兰西学院的教授 那么Édouard Chavane教授啊 是非常关注中国的各部史书中 有关西域的一些描写的章节 那么Édouard Chavane曾经将这些章节啊 全部都翻成了法文 那么这个幻灯上展现的这一段文字 是首先介绍了印度这个国家 我呢不再把这个整段文字呢 全都念一遍 我只是简单的介绍一下 他说天竺国一名渊渡 在岳枝至东南数千里 他意思就是天竺国呢 他的名字又叫渊渡 我们上次已经介绍过了 我们在这里看到的这个字啊 在现代汉语中发音是生 因此呢应该是生读 那么它其实还有其他的发音 就是渊读或者捐读 实际上是梵文Sindu的音译 它指的是Andus 印度河 在这里啊 我还在旁边写了 现在汉语中对印度的这个称呼 India的称呼 或者天竺国的称呼叫印度 所以你们看到历史不同时代的称呼啊 用的词虽然不一样 这个渊渡 捐渡 生渡 天竺 实际上都是指的一个地方 就是今天的印度 那么后汉书西域传中提到 天竺国或者渊读国 在越之的东南 距越之有几千里远 在越之东南几千里 那么这就在这个地图上展现出来了 西域传提到渊读呢 这个国家是 在越之在越之几千里 这个东南的地方 我们发现呢 越之啊实际上指的 就是印度的贵双帝国 西域传随后写到 天竺国的习俗 与越之的这个习俗啊 非常相同 但是呢 天竺国的地势很低 而且非常潮湿 气候十分炎热 天竺国靠近大水 就是靠近一条大河 可能指的就是印度河 那么天竺国的人们呢 去打仗是骑着象 那么中国人是很难想象的 这些大象 能够让人们骑在他的背上去打仗 这就有一张图 描述了这一个 骑在象上打仗的场景 那么天竺国的人呢 比越之地区的人 深信柔弱 他们不爱征战 不好斗 信奉佛教 浮屠 这里写到修浮屠道 浮屠呢 就是梵文中佛的意思 那么他们就习惯于不杀生 不征战 在这里啊 第一次可以说那是比较早期的提到了 佛的道义 佛教的道义 也就是不杀生 因此 佛教徒 通常呢 都是吃素的 不吃肉的 那么从越之和高富国向西 高富这个地区呢 就是现在的阿富汗卡布尔附近的地区 我们从越之和高富向西走 就南到了西海 也就是印度洋 那么东边呢 就到了盘起 关于盘起 到底指的是哪个地区 学者之间还是众说风云的 有一些专家认为 他就是孟加拉湾 这个地方 这里当然都是假设 但是呢 西域传这段文字说明啊 天竹国啊 覆盖了整个这段 那这一块地区 渊渡的地区 那么 这个国家 有几百座城邑 城市 每一座城市都有一个长官 并且呢 还有几十个小国 小王国 每个王国都有自己的国王 那么 这就像大象一样 让汉代的人们啊 汉代的中国人很难想象 有这么多的小国伶俐 因为汉代呢 是中央集权的 虽然这些国家 各自有意 有差异 但是呢 都打着冤读的名称 而且在那个时候啊 在当时 也就是 在公元一百二十五年左右 他们都属于越知管辖 或者都属于越知国 因为越知啊 杀了 这个 冤读国的国王 这就说明 越知人呢 比天竹人更加凶猛 而且在天竹设置了他们的将领 用这些将领来同管 天竹国的人们 那么在这里啊 我再插一句 说到呢 在公元前两百年初 有好几个游牧的部落 带着几万骑兵 而且当时他们在中国的古代的书籍的历史书籍中记载被称为是越知 他们从东边开始往西入侵 入侵这个康居也就是今天的萨马尔汉 以及呢 巴克特利亚 也就是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的南部和阿富汗的北部 那么这个地区呢 希腊人呢 当时的亚历山大大地的军队啊 在不久前还在那里啊 有部署 但是呢 在越知人西清的时候 希腊已经部分失去了对这个地区的控制 那么 Gerard Fussman教授啊 随后又对贵双帝国进行了研究 他指出 贵双帝国的创始国王 曾经征服了 安息帝国的所有的这个老百姓 并且入侵了印度的北部 那么 贵双帝国的一位非常著名的 国王叫 加尼瑟加 他这个在位的时间呢 大概是公元两百年左右 具体的日期呢 专家学者还有一些不同的意见 而且传说中说呢 这个 加尼瑟加 是保护佛学的 是一位著名的护法明王 那么 希腊人教授是不同意这样的观点的 至少呢 不全 完全同意这样的观点 那么贵双帝国的疆域是这里 你们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地域非常的辽阔 你们也看到 中国的相关的文献中 描绘的这块地区呢 和我们这张图也是非常一致的 就还是比较正确的 这里 如果我们把这一张 这个贵双帝国的地图 也就是干达拉 以及恒河流域 尤其是 这个帝国的东南角 把这个图 地图和我们今天的地图 也就是民族国家的地图 这个叠在一起的话 你们就发现呢 贵双帝国啊 实际上 它是 包括了今天所有 以斯坦结束的国家 乌兹别克斯坦 巴基斯坦 这个塔吉克斯坦 阿富汗 等等 以及印度北部的大部分地区 后汉书的西域传中 提到了 冤读 中国人对他们很感兴趣 首先呢 是因为 他们有很多的奇争异宝 可以作为贡品 贡献给中国人 所以这里说到了 土出象 西等等 也就是天竹啊 是出产 大象的 大象 就让我们想到象牙 还有犀牛 犀牛的犀牛角 另外还有带帽 就乌龟壳 还有一些列的金属 黄金啊 银啊 铜啊 铁 铅 锡 等等 随后呢 西域传中 又继续提到 冤读 在西部是与大秦相通的 有来往的 大秦 我们上次也说到了 它指的是 我们西方的 罗马帝国的最东边 因此呢 就很有可能 是现在的叙利亚这块地方 这个国家 现在是我们 很热门提到的一个话题 因此呢 冤读就拥有啊 大量的 来自大秦的 这个奇珍异宝 在冤读呢 我们还能找到细软的布 上等的毛挂毯 地毯 各种香料 糖 这里指的糖 可能是冰糖 还有胡椒 姜 黑盐 黑盐呢 有可能就是食盐 所以这么多 奇珍异宝啊 可以作为贡品 献给汉朝廷 而汉朝当时的宫廷内啊 就是后汉的宫廷内 人们呢 的生活还是比较 这个奢靡的 非常喜欢享受 很让我们 让我们想到 这个末代 罗马帝国时代的生活风格 那么我们知道呢 汉代啊 后汉呢 于公元220年瓦解 那么在公元 二世纪左右 汉朝廷啊 的人们呢 是非常喜欢西方的这些奇珍异宝的 随后西域传中又提到 在河地统治的时代 也就是公元89年到公元105年 冤独多次派了使者前来进贡物品 但是后来呢 西域反叛 因此共品才中断 那么到了环帝统治的时代 环帝呢 是在公元147年到167年 兼这个在位 在环帝延熙二年和延熙四年 即这个公元159年和161年 渊独国又两次从日南的边界 进入中国 带来了大量的贡品 日南的意思呢 就是太阳之南 这里指的是汉王朝统治的最南端的地区 那么沙巴尔认为啊 这位教授认为 他应该是东干 也就是这个 印度支那 这个法兰西的殖民地那块地区 因此他就应该是越南 的这一片地区 另外呢 插一句 今天的越南呢 Vietnam 还是中文的月亮以南 这个名字的一个粤语的翻译 所以我们有太阳之南和月亮之南 的地区 渊独呢 派来了特使来中国 这个渊独的特使走的路啊 正是公元166年 罗马的大使 也就是ambassadeur de Marquerelle 走的路 这也是传说中的 据说啊 从大秦国 就是大秦帝国 东部的大秦帝国 来了一位使者 在公元166年 从中国的南部进入中国 中国的史书中呢 也有相应的记载 那么 Gerhard Fussman教授 就说到 贵双帝国 当时啊 是控制了 国际贸易的 主要的 这个路段 和货物的储存地 在这个图上 你们就看到了 阿富汗的 这个贝格拉姆 和巴尔赫 还有呢 巴基斯坦的巴沙瓦 另外 这个印度的 马图拉 还有印度西部的港口 还有巴基斯坦的 这个边境等等 因此呢 贵双帝国 就保证了 这个贸易路线的 一个安全 而且它是保证了 丝绸之路 这个沿岸的这种贸易 沿线的这种贸易 我们经常现在 为了方便起见 就称之为 丝绸之路 实际上呢 叫起来容易 它可能会产生 一定的误解 而且这个线路呢 不仅仅是运输丝绸 它的线路 也不是仅仅一条 是好几条 关于这个问题呢 有一位美国的学者 Valerie Hansen 就解释得 非常的清楚 他写了一部书 叫The Silk Road New History 就是 丝绸之路 新历史 这部书 于2012年 在牛津大学 出版社出版 那么Valerie Hansen 在这部书中 就 介绍了 丝绸之路的 一个历史的 严格 甚至是 非常详细地 介绍了 历史上的 很多的细节 琐事 当然同时呢 也 介绍了很多 传说啊 传奇和神话 那么 我们接着 介绍后汉书 这也是我们上次 课上到的地区 在后汉书中呢 我们提到了 明帝 世传明帝 梦见惊人 长大 顶有光明 以问群臣 那么 世间啊 就代代相传的 有这么一个传说 就是 厚汉的 明帝 也就是 公元58年 到75年 之间 在位 这位明帝啊 有一天 在梦中呢 梦见了一个 全身披荆的人 金色的人 身材非常的高大 顶有光明 头顶上放着光 那么 汉明帝 醒来之后呢 就急急忙忙地 向大臣们 这个 询问 这个梦 是什么意思 霍曰 其中有一位大臣 就说到 回答道 西方有神 明月佛 其形长六尺而黄金色 那么有一个人说啊 西方有一位神仙 名叫佛 也就是佛徒 佛的形象呢 非常的高大 它高达一丈六尺 也就相当于十六尺 因为一丈等于十尺 所以再加六尺等于十六尺 那么宽散从宽散成现代的这个度量横呢 那就是三米七 现在我们最高的篮球运动员可能也比不上这样的高度 相当于啊 现在两个正常人的高度 这位佛呢 个子非常的高 身披黄金色 在这里啊 它的这个外貌的特征 就是符合了佛徒三十二项中的两个特征 三十二项啊 就是 Lakshana 它指的是佛的身体 所具备的三十二种外貌特征 不管是佛啊 还是半神啊 它们 都是有一些具体的身体特征的 使得它们 非常的完美 因此 这个 身材高大 和身黄金色 就是其中的两个 这个三十二项中间的两个 两项 两个身体特征 地于是前使天竺 问佛道法 随于中国图画形象焉 那么明帝呢 于是啊 就派了使者 到天竺国 也就是今天的印度 去了解 佛教的教义 也就是 Letama 佛教的教义 这个问题 我们以后还有机会介绍 那么 在太史 派这个使者 到了天竺以后 回来以后呢 在中国 也就是在中原啊 也找到了 佛的形象 佛的画像和雕像 在中国出现的 佛的图像和雕像 实际上 在当时啊 也是刚刚 在印度出现 也就是公元一世纪的时候 刚出现 因为 我晚些时候会给大家介绍 在此之前 佛是没有 不是以人的形态出现的 随后啊 该文又写到 除王 因 史性 其术 中国因此 颇有 奉其 道者 那么 楚国的 王 叫 因 开始啊 或者 首先 相信 佛教了 这 因呢 实际上是 明帝的 同父 异母的 弟弟 他管辖的这个楚国 是在一个偏远的地方 也就是今天的江苏 在上海附近的这个省 也就是在中国的南部 楚国 国王 英王呢 已经开始啊 学习 佛教的 一些 佛术 这一点很有意思 也就是佛教啊 进入中国的时候 不是一开始啊 以 宗教的理论 或者哲学体系 出现的 而是通过一些佛术 也就是 禅定啊 名思啊 瑜伽的方式 影响中国的 以这种形式 进入中国的 那么他开始 相信这些 佛术 禅定和瑜伽了 因此呢 在中原地区 也就是在中国啊 也开始 有不少人 开始信奉 佛教了 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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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帝 好神 树四 浮屠 老子 树四 浮屠 老子 百姓 稍有 奉者 后随 转胜 后随 转胜 后来呀 还帝 就是刚才 我们介绍 我们介绍过的 也就是 在公元 一百四十七年 至一百六十七年 在位的 汉桓帝 也开始 对神啊 仙啊 感兴趣了 而且多次呢 去祭祀 浮屠 和老子 浮屠呢 就是佛 指的就是佛 这一点啊 就介绍了 汉衡帝 同时去拜佛 和拜老子 是非常值得 我们关注的 以后我们 还有时间去谈 非常的奇怪的 两者的结合 从根本上讲 佛教 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啊 实际上 是被视为 与道家 是一家的 道教是一家的 与道教呢 这个有很多 相同之处的 所以老百姓啊 开始信奉佛教的时候呢 也有的时候 会把道教和佛教 混在一起 那么在横地开始 拜佛和拜老子以后呢 老百姓也逐渐的 有人信奉佛教了 后来信奉的人呢 也就越来越多 那么这一段文字 就介绍了 佛教在 在进入中国之后的 早期的一段 这个经历 他通过一个传说的方式 描述出来的 也就是呢 明帝啊 在做梦的时候 见到了 梦见了一个金人 认为呢 他身材高大 认为是佛 然后呢 就派遣特使 去天竺 了解佛教的教义 那么这些使者 回到了中国以后 就开始 在当时的 中国首都洛阳 建造白马寺 今天 在洛阳 我们还可以参观 白马寺 但是 如果 白马寺啊 在历史上 确有此寺的话呢 也不应该是 现代的建筑产物 这就是传说中的 佛教进入中国的 一段历程 但是呢 从这段文字中 我们可以看出来 佛在中国 一开始被视为 是一个国外的 或者西方的 神 像这个犀牛啊 象牙啊 戴帽啊 一样的 一揽子的 进入到中国 和这些物品 其中一宝一起 进入了到中国 随后呢 我们就发现 佛教中的佛呢 是有一些 特异功能的 正如我们 中国人啊 传统上也认为 老子和皇帝 也有他们的 这个特异功能 因为老子和皇帝 是道家的鼻祖 那么佛 它的特异功能 是什么呢 它有这种能力啊 是让死者的灵魂 永生不灭 这个祖先过世以后 他的灵魂可以永生不灭 这个力量还是很大的 到了很久以后 与佛教相关的 一些哲学思想 道德理念 才逐渐地 开始影响 中国的精英阶层 也就是中国的文人学者 我呢 想再谈一下 Gerhard Fussman的观点 因为Gerhard Fussman教授 谈到了贵双帝国 提到了贵双帝国 是保证 这个国际贸易的通畅和安全 尤其是 保证印度的一些宗教 传入到中国 比如说师婆教 还有佛教 往北去传播 通过这个 吉尔基斯 进入到中国 也就是中国的西北部 进入新疆 那么贵双帝国 保证了 这些物品的沟通 同时 也促成了 一些艺术品和艺术家的 互相的交往 在这里啊 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 精美的艺术杰作 反映出了 这种艺术之间的 沟通和交流 我们通过佛的一些雕像 来介绍一下 这种沟通 这张照片呢 是 是阿尔菲德·福西 是法国的一位著名的学者 他呢 是慵懒地坐在了 这个佛的一个膝盖上 阿尔菲德·福西 生于1865年 和 Edouard Chavanne 是同代人 死于1952年 他写了很多书 介绍了 位于中国和印度之间 这个地区的情况 他写了 这几个书 伊勃术呢 是 是 名字叫 《艺术盒修的大厂》 是 《艺术盒修的大厂》 《艺术盒修的大厂》 在《艺术盒修的大厂》 是 《艺术盒修的大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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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951年之间 寫的 是在 巴黎的 国家印刷券 印刷券的 也就是 甘达拉 希腊 这个 佛教艺术 古希腊 对印度和远东 佛教艺术的 影响 起源的研究 另一部书呢 叫 《La Vie du Bouddha》 《佛的一生》 根据印度 这个文字 记载 及建筑 D'après les textes et les monuments de l'Inde 它的第一版呢 是在1949年 巴黎出版社出版 那么 你们看到了 甘达拉佛像 艺术 这个 佛摄介绍了 这个佛像 艺术 他介绍的是 菩萨 的 希腊的 一个风格 雕像 佛呀 这个菩萨 和佛陀 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 菩萨呢 他是觉悟之后啊 他是希望 还是留在人间 一片拯救 世人 走出苦海 所以他是一个 觉悟的 有情众生 那么 那么这里的 菩萨呢 是弥罗佛 Bodhisattva Maitriya 他的雕像 的风格呢 是 古希腊 古罗马的风格 看到他们的面孔呢 是西方人的面孔 有胡子 衣服 衣着的风格 也是 古希腊 和古罗马 的风格 这个菩萨的 雕像 给我们揭示了 古希腊 帝国 亚历三大的军队啊 这个还是不远的 离这个地方不远 留下了他们的军队的痕迹 也留下了作品 艺术作品的痕迹 这个雕像就说明了这一点 另外呢 甘达拉 是 在 巴基斯坦北部的 这个地区 我再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个 地图 甘达拉 就在这个地方 巴基斯坦的北部 那么 甘达拉这个艺术啊 和另外一种 艺术形式 同时存在 这个艺术形式呢 是来自于 贵双帝国的 东部 你们可以看到 这也是 巴基斯坦 也就是 弥罗佛 弥罗菩萨的 一个 雕像 它是来自于 马图拉的 也就是 今天的 乌达普达斯 北方邦 就是印度的 北方邦 的一块地方 马图拉 你们看到 这一个 弥勒 弥罗菩萨 与希腊的 刚才的 那一个 雕像的 风格 差别 非常的大 尽管 他们指的是 同一个人 首先 你们看到 这个 马图拉的 这一位 马图拉 基本上是裸体的 而且身体的特征 和希腊的 那个雕像的特征 也非常的不一样 这是 印度的一种 艺术风格 那么 印度 北部的 这种 佛教 佛像的 艺术审美标准 随后呢 就逐渐的 东传 传入到 这个东亚 当然 这个希腊的 风格 或者 甘达拉的 风格 和 马图拉的 风格 之间 有一个 共同之处 就是 头上的 光环 这种光环 可能 就代表着 中国人 所提到的 就是 明帝 在他梦中 所梦见的 惊人 头上的 放出的光明 顶有光明 这种顶有光明 的艺术表现形式呢 在其他的 一些 场合 也 能够找到 比如说 在基督教的教堂里 有一些 这个雕像 和画像 的头上 也有这样的 一个光环 顶有光明 它有一种 神圣的意思 含义 那么 印度北部的 这个 马图拉的艺术 随后 又 不断地 发展 和演变 你看 这个 雕像 也非常的漂亮 非常精美 这是 印度 吉多王朝的 一个 佛的 雕像 这是公元 五世纪的 吉多王朝 这个制作出来的 一个雕像 是在 印度 是在印度 北部 的 陆野园 所找到的 陆野园 是 印度 佛教的 几大圣地之一 也是位于 印度的 乌达帕斯 也就是 北方邦 你看到 这位 佛陀的雕像 他的衣着 非常的特别 穿的衣服 非常的薄 透过他的衣服 我们能够看到 身体的 这个形状 上身 以及腿 正是 这一风格的 佛像 逐渐地 被传入 到了中国 随后 传到了 日本 和东南亚 另外一个 佛像的 艺术表现形式 就是这一张 幻灯片 这一个佛像 雕像呢 是在我们法国 巴黎的 捷美博物馆 收藏的 你们看到 尽管这个 雕像 已经不完整了 无头缺臂 但是仍然能够 欣赏出 他的 艺术的优美 和精湛 我插一句 想提一下 阿富汗的 巴米扬大佛 在这张幻灯片上 看到的 这个 大佛的 雕塑呢 我们今天 在阿富汗境内 再也看不到了 它已经成为了历史 那是 甚至是 刻在悬崖峭壁上的 但是遗憾的是呢 在2001年 被塔里班 所摧毁 你们可以看到 这一个地点啊 这么大一个 空洞还存在 可是呢 巴米扬大佛呢 却已经 永远再 不能够看到了 最后呢 我还再提一下 这个雕像 进入到中国以后 本土化的 艺术风格 这里的 佛的 雕像 就 有了 非常浓厚的 中国艺术的 色彩 在这里 已经 找不到 西方艺术 或西方人的 这个特点了 线条 与欧洲的风格 完全不一样 而且他穿的衣服呢 也非常的厚重 有一点啊 值得提的 就是 随着佛像啊 由西往东 通过丝绸之路 这个 传递的时候啊 佛像的衣服 穿的是越来越多 从印度的时候 几乎是裸体 到了中国以后呢 就已经穿到脖子上了 这一点也是中国的 一个佛像 这里看到 佛像 艺术的 本土化 在中国 本土化 也表现在 佛像的 女性化 方面 因为在 印度的 佛像呢 你们看到 都是 男性化的 非常 男性化 这一张图呢 就是中国的 非常女性化 尤其是一个 这一个 Bodhisattva 就是菩萨 他的名字叫Avalokiteshvara 是印度的 一个菩萨 在这里 你们看到 是希腊 印度的 这个 艺术风格 是来自于 甘达拉的 这一位 菩萨呢 长着胡子 那么 这一张 介绍的是 同一位 菩萨 但是是 中国艺术风格的 非常女性化 那么 Avalokiteshvara 到了中国 他的名字 变成了 观音 日文呢 把它叫成 Kanon 你们看到呢 在印度 Avalokiteshvara 是长着 胡子的 到了中国 变成了观音 非常的 女性化 而且是中国的 非常著名的 一个菩萨 现在啊 很多女性啊 都 信奉他 尤其是希望 想要儿子的 女性呢 都经常去 拜观音的 在这里啊 我也想 简单介绍一下 佛陀 或者菩萨的 首饰 因为也是 属于佛像的 这个介绍的 一部分 这个首饰呢 就是mudra 或者叫 首印 每一个 不同的首印 表达的是 不同的 含义 这里有几张 手印 各有各的名称 第一个 手印呢 是手朝上的 手指 都是 升直了 朝上 这个首印 叫做 阿帕亚 它的意思呢 就是 无畏印 师无畏印 就是和信徒说 你们不要害怕 佛会保护你们的 让你们远离恐惧 佛道 佛教 是能够保护你们的 那么第二个 手印呢 正好是相反的 它的 手指 是向下的 它是 与愿印 就说明 这个 佛呢 要 不失 要赠予 顺应 众生的 祈求 随后还有 说法印 禅定印 等等 你们发现呢 不同的 这个手印啊 代表了 不同的 语言 不同的 这个含义 在印度 佛教 是始于 一个人 这个人 这个人 这个人就叫 Kodama Siddhartha Shakyamuni Shakyamuni Shakyamuni的意思呢 就是 施加的智者 或者施加的圣者 Shakyamuni就是圣者智者 Siddhartha 是他的名字 就是 他的含义是 一切达成 才及成立 Kodama呢 是他的姓 所以他叫 乔达摩 西达多 施加摩尼 此人 生活在公元前 560年 至480年间 这是我们通常的一个理解 因此呢 乔达摩 西达多 应该是与孔子同时代的 一个人物 但是呢 有一些史学家 越来越多的史学家呢 希望 推迟 乔达摩 西达多的 生族年代 所以呢 可能 乔达摩啊 是死于公元前400年左右 我在这里 把 Sagyamuni的 中文的名字 写在这里 就是 施加摩尼 或者施加摩尼 因此啊 现在 很多佛教的 僧侣 佛教图 他们的名字 中间都有一个 是 所以如果是在 佛教的这个 背景下 看到有一个人的名字 中间有一个 是的话 就说明 他是佛教的 一个比丘尼 或僧侣 因为他就是来自于 学院 将开设的一个 系列讲座 利马多呢 利马多可以说 是中欧交往的 先行者 利马多学院 很快将安排 一个系列讲座 是由 阿尼利子 巴利多尼 来这个介绍的 开设的 他介绍的主题是 Jadaka 就是 佛说本身经 或者叫 本身故事 也就是说 介绍佛前世 的 这个故事 一共四堂课 就是2月16日 21日 28日 以及3月7日 下午4点到6点 在 Sèvres中心 也就是在 Bond Marché对面的 这个 Sèvres中心 你们就会听到 几个讲座 来介绍 佛 在未成佛之前的 一些前生的故事 那么下一堂课呢 也就是我们今年的 最后一堂课了 我将 给大家谈一下 佛的 生平 他的 医生的经历 和 佛的教义 我不会介绍 本身经 我只是介绍 佛的生平 再一次 祝大家新年快乐 如果佛陀 仍让我们活在世界上的话呢 下周见 再见 谢谢